国宝100渐渐精彩 伯利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 以收藏亚洲艺术品文明 博馆以人民命名在国内比较少见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 但这个在国外非常常见 比如日本的美秀美术馆 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 法国集美博物馆 创办人为埃米尔集美 塞克勒美术馆的创办人为阿瑟塞克勒等 还有就是我们要谈的佛利尔美术馆 他最早就是佛利尔一个人捐出来的 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佛利尔在185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 哈德逊河谷边的一个小镇叫金斯顿 他出身贫寒 没能读完中学 最初佛利尔担任一家公司办公室的职员 不久当地一家铁路公司的经理佛兰克看中了他的才华 雇他担任公司的会计 1870年 一群来自底特利的投资者决定修建印第安那州的铁路 他们聘请赫克尔来管理项目 赫克尔带着年轻的佛利尔一同前往 赫克尔的生意迅速扩张 佛利尔一直是其得力帮手 两个人最后成了平等的生意伙伴 他们经营的企业利润极为丰厚 1865年 美国内战结束 西部先后掀起了三次铁路建设高潮 大建设时代 必定催生出一批新兴的富豪 佛利尔是懂得抓住机会的人 底特利的投资者对赫克尔和佛利尔的工作十分满意 便邀请他们前往底特利 1885年 两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半岛汽车公司 生产铁路机车 很快 这家公司成为底特利的第二大制造公司 1892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 成为密歇根半岛汽车公司 这次的合并 使他成为整个密歇根州的最大公司 然而生意上的巨大压力 让佛利尔在1880年查出患有精神衰弱症 医生告诫他一定要减少工作量 让心情愉快起来 艺术品收藏变成了佛利尔治疗的良方 佛利尔在此之前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使他也有条件大规模的收藏艺术品 出色艺术领域 佛利尔收藏的是欧洲大师的板块 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 这也是当时发家年轻人最常见的消遣方式 佛利尔潜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和时期的艺术巨匠 以及各种风格流派的艺术作品 很快成为了美国公认的亚洲艺术和美国绘画作品的收藏家 及权威 1886年开始 佛利尔开始收藏美国绘画大师的作品 还有印象派绘画 其中惠斯特的绘画成为他的首选 1890年 两人首次见面 之后 佛利尔成为惠斯勒作品最重要的收藏家 同时 惠斯勒也成为佛利尔艺术的顾问 受其影响 佛利尔的兴趣转移到了亚洲艺术品上 1893年 佛利尔将近40岁时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 从中国及国际收藏家和咕咚商手中 购买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 随着收藏品的增加 佛利尔开始对中国感兴趣 1906年至1911年 他四次来到中国 在中国 他找到了福开森做顾问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找到了恐怕是当时最好的货源 福开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头 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 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后来受到杨务大臣圣宣怀的赏识 渐渐地结识了很多晚清的重臣 也参与到正式之中 福开森对于文物的鉴赏情有独钟 同样最新收藏的晚清总督端芳 成了他重要的引路人 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 即聘请他成为鉴定委员会的一员 他也是鉴定委员会里唯一的外国人 其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佛利尔通过福开森买到了非常多的重要艺术品 其中佛利尔美术馆的最重要的画作 宋代摩本 顾凯之的洛神浮图 就是通过福开森买到的 在那个年代 来到中国寻宝的外国人 多少都会留下一点黑历史 佛利尔也不例外 他在最后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雇了一批人来到了洛阳龙门石窟 盗走了十一箱二百余件文物 佛利尔美术馆 现有馆藏文物三万多件 其中中国文物几乎占了馆藏的一半 佛利尔的遗赠是美术馆收藏的基石 他捐献的艺术品 不少来自于日本的古董商 山东定次郎和中国的古董商 卢秦斋 1915年 卢秦斋出售给佛利尔一批 优秀的青铜器和玉器 其中包括重要的西州早期礼器 1915年到1916年 佛利尔从卢秦斋手里购买了约11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 卢秦斋和佛利尔的交易 标志着从1915年起 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流通和交易方式的变化 此时美国的崛起 在20世纪初 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 美国在这个时期成为国际 包括东亚艺术品交易中的中心 当时中国一方面 是内府拍卖 造成了清朝传世官邀品 等大量流出 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1905年修建金汉铁路支县的时候 发现了唐三才 1918年至1919年 发现了宋代都市巨路 1920年又发现了许多古窑 此外还有殷墟 敦煌等罕见的文物出现 辛亥革命前后 在中国大陆 考古学的发现和发掘此起彼此 大量的墓葬文物出土 并流到海外 20世纪初 欧美的主要收藏家 追捧高价值的明清瓷器 以及其他的装饰艺术项目 比如小洛克菲勒在数年间 为他的明清瓷器收藏支付了高额的费用 在1915年花费近50万美元 购买了一批明清瓷器 而弗里尔在1916年 从卢钦呆手中购入23件玉器 花费才不到5000美金 而这些玉器 主要是新石器时代至汉代 平均每件成本 不过百元 却开拓了一个新的收藏领域 现在在弗里尔美术馆 可以看到这些精美罕见的中国早期玉器 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绝非金钱所能衡量 经过几十年的收藏 已经形成了规模 弗里尔决定将自己的收藏品 捐献给公众 并建立一家博物馆 来陈列存放他的藏品 在罗斯福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推动下 弗里尔美术馆在他去世后四年 于1923年开放 这座典雅高贵的文艺复兴室的建筑 为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旗下的 第一家艺术博物馆 也是西方第一座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里有海外最精彩的中国古域 青铜重器 书画 以及丰富的日本韩国印度美国等地的艺术品 弗里尔在遗嘱中写明 弗里尔美术馆内的藏品不能借展 其他艺术品也不能借进来 在众多收藏门类里 弗里尔美术馆以丰富的青铜器收藏而闻名 所藏青铜器占全美的五分之一 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 九幅盛名的青铜器 人面和 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人面和 高18.20 整体为圆形 气腹外骨下垂有流连口 盖做人面形 两耳有孔 头上有两个脚 人面仰天朝上 气盖与气身连起来看 如同一个仰卧的人头 形致极为独特 风格结奇怪 尤其夸张的人面 格外引人注目 体现出浓郁的神秘气息 为海内外所体现 据说啊 这件青铜人面和 这件青铜人面和是从河南张德福买来的 替殷虚出土的遗物 张德福的治所 即在今天的安阳 民国时期 国内动荡 在河南安阳频繁发生盗绝商代晚期殷虚移植古物的事 市面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兜售殷虚的遗物 当时北京的尊古斋 古董店 黄骏根据他经手授出的所藏所建的器物进行了整理搜集 编辑成书 书名叫夜中片语 共三集六册 所藏青铜锂器共130多件 还有兵器和陶器 玉器 甲骨等遗物 于1935年和1937年相继出版了影印本的初级和二级 在1944年出版的影印本 夜中片语三集中 最早收入了这件青铜人面和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陈孟佳先生 于1944到1947年间 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古董商寺上 搜集到中国商周的青铜器 就有845件之多 人面和亦在其中 这件人面和当时出土时 全身布满铜锈和焦泥 文事模糊不清 经仔细清理修整 人面和精美的花门全部露了出来 由于深埋地下 日久天长 有些地方已经残破 只能重新做弟子 再上秀 经过几番整理 原来的深坑的人面和 变成了传世熟坑的精品 根据陈孟佳先生的记录 人面和修复后 由北京同意恒古玩店的 萧延青陈建堂 卖给了上海古玩商 叶书仲 后围大古董商 卢青灾收走 最后辗转到美国华盛顿 佛利尔美术馆 这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殷墟也进行了十数次挖掘 却始终未曾再发现 与人面和相类同的器物 这件器型特殊 文士精美 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和 无疑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 绝无仅有的国宝 和 是一种水器或调酒器 出现脚枣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就出土有陶和 商周最多 精品也最多 秦汉以后虽还有 但质量下降 和 一般做硕辅 就是腹部比较古 腹部的一侧 鞋生出一个管状的流 另一侧有盼 三足或四足 有盖 盖上多以链锁与盼相连 和有字明 但是有关其用途 历来说法不一 说文 拧部称和调味也 王国伟先生曾做说和一文 他考证其用 他说和之为用 在受尊中之酒 与玄酒而和之 而助之于绝 或以为和有三足或四足 兼温酒之用 有自明的和出现于西州 西州中期的和 别名又称之为盈 比如去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虎盈 也有名文以谈和 并称为组和 则和又担任了仪的角色 由此前上海博物馆 馆长马成员推断 和本身就是成玄酒 及清水的 用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 并非是把酒与水 在和中调好后 再注入绝中 从盘和的组合考虑 和主要是用来盛水 它与酒气组合 用水液调和酒 它与盘组合 则起了灌木的作用 这件人面盒很怪 一般盒都有三或四五 而这件下面是圈足 明显具有有的形式 所以以往一度 曾经叫它人面有 后来学者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又重新定名人面盒 因为盒的最根本显著的特征 是具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管状流 其他的差异则是次要 因此把具有留这一本质特征的器物 称之为和 更为珍奇的就是它的造型 和的盖子属于人脸 装饰有人脸的这种青铜器 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 如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的 人面青铜铃 1959年在湖南宁乡 黄财寨子山 这件青铜铃的腹部 四面分别浮雕 人面作为主体装饰 面部较为写实 特征突出十分写的 但是佛里尔美术馆的这件人面盒的人面 与湖南省博物馆的人面青铜铃的人面 还不完全 佛里尔美术馆的人面头部有两个角 这两个角一方面是有一定用途的 可以方便于盖子的开启 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作是文式的一部 这件人面盒盖后脑勺 有一条翻转而下的龙体或者说蛇体 与盖子的人面刚好连为一体 这和大名鼎鼎的富豪公盖做圆雕虎头形 气身做平面虎蛆 有异曲 不公之妙 盒的径部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龙爪 所以人面盒的整体造型 应该是人面龙身或者人面蛇身 这种人面蛇身的具体形象是谁呢 在山海经里面多有记载 如雷泽中的雷神 龙身而人头 古其父 女娲 古神女而地者 人面蛇身 一日中七十遍 也就是山神 雷神 女娲 福西 还有贡公 二父 香柳 都是人面蛇身 但人面蛇具体指的是哪位神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在早期的青铜器中很少出现人的形象 一般来说如饕铁 牛虎等这类动物的文式或形状 在商周青铜器中时有出现 而目前发现人的形状 或者带有人的文式的青铜器都很罕见 我们通常对人脸的解释无非就四种 喜怒哀乐 对于这四类以外的文化就解释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人状的青铜器 但凡是带有人的形象的青铜器 都价值连城 伯利尔这样一位起家赶上了时代潮 他能把全部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之间 这在美国那样一个早期文化蛮荒的时代 是非常难够的 一个人 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高瞻原理 是不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伟大的事情 国宝情味 下集 平坤一下